今天我们要来讲到的是有关于我们的免疫力的问题 常常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有的人身体很好 但有的人就整天感冒 而且人家感冒的时候可能是一两天就好了 但是你可能要弄到一个礼拜 到底为什么呢 这其实跟免疫力下降有很大的关系 免疫力下降的话 有一些人大概在50岁左右 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带状泡疹 就是我们讲的泼爪 那么根据统计资料 三个人里面可能就有一个人得泼爪的几率 而且如果严重的话 恐怕是会失明失聪的 但是也有例外 像有一个21岁的男大生 他就得了带状泡疹 而且这个部位是在下体都弄到尿湿尽了 所以免疫力的问题真的非常重要 先带您认识今天的养生鉴定团 非常欢迎三位养生达人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今天来讲到免疫力的问题 先带大家来认识什么是免疫力 好 我们请导播给我们第一张画面 好 这个免疫力是人体自我防御的系统 免疫力是人体自身防御的一个机制 识别跟消灭外来侵入的任何异物 像是病毒 细菌 还有处理体内突变细胞 跟病毒感染细胞的能力 当人体免疫功能失调 或是比较不健全的时候 感冒 还有扁桃体炎 哮喘 支气管炎 肺炎 腹泻等等的状况 就会反复的发作 引发更加严重的疾病 好 所以我首先请教一下姚医师 好 这个免疫力就是我们人体 自己防御的一个力量 那是不是小朋友或老人家 会比较弱一点 是 因为小朋友年龄小 有很多免疫细胞还没有很成熟 那也没有完成他的记忆 所以它是一个还不成熟的免疫系统 那年长者 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 他的免疫细胞有些衰弱了 所以功能上会有些不足 所以这两个族群的人 是免疫系统比较衰弱 比较不好 所以老人家跟小朋友 这个免疫系统会比较衰弱 但问题是一般人 有一些上班族 他的免疫力也下降 那这可能是一个 身体健康的警讯了 对 它就是过度的耗损 就像我们的存折一样 你用得多 收入少就透支了 所以不分年龄 我们比较重视的是 免疫生理年龄 而不是实际的年龄 也就是说呢 当你可能是 这个睡眠睡不好 没有吃好 或是压力太大等等的话 这个免疫系统 都可能会出问题的 好 以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 中医有没有所谓的免疫力 免疫力在我们中医叫做正气 我觉得你的新陈代谢 这些有关系 那我们就所谓这种 微生物 细菌病毒 甚至温差变化 在我们中医叫做邪气 所以我们叫正邪相争 那我们中医叫做 邪之所臭 其气必须 邪会来影响你 就是你自己的正气不足了 那包含这老人家小朋友 他可能是因为生理的问题 那我们上班族 可能就是熬夜晚睡 那我们刚才呼应 我们的姚院长提到 就是说他是跟你的 自己的这个 一些消耗虚损 那在我们中医来说 你的免疫力 比较低下的人 通常代表你的 五脏的 气血阴阳的失衡 就是你的亏损 亏虚 尤其是肺 皮肾 肺的话就是你的呼吸系统 皮就是你的消化系统 肾就是你的比如运动 坐席 熬夜 晚睡 所以假如你会觉得 常感冒 常有一些过敏反应 那可能就是你的这个 五脏 气血 阴阳失衡 所以是正气被邪气 入侵的意思吗 以中医来说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不过我要请教一下 这个我们的营养师 因为很多人都说 现在的人大家都吃得还满好的 那吃得很好 为什么还有这个 免疫力下降的问题 现在人就是吃得太好了 太好就对了 而且再加上小洞 然后多吃 而且多吃的话 还有时间的问题 就是越晚反而吃越多 那吃的种类也有很大的关系 包含高油脂跟高糖的 那之前新闻就有像那个 知名的连锁饮料的那个 冰沙 冰沙饮品 它里面含糖量高得惊人 其实就是因为高糖跟高油 然后造就了高热量 反而造成我们代谢力下降 然后消耗掉我们免疫力所需要的 这些维生素矿物质 那久而久之 免疫力就一定会被拉下来 所以吃太多高糖高油的东西 也会导致免疫力下降 那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吃宵夜的时候 吃得很多 然后又吃得比较油的话 也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 对 通常这种吃宵夜都 通常蔬菜都是非常少 而且宵夜如果已经吃高油高糖 基本上也不会再多吃什么水果了 所以这些帮助增强免疫力的 维生素矿物质 还有一些天然的植化素 都几乎都是在这个 天然的蔬果里面才会有 那些高油高糖不但没有 反而还会增加这个植化素 或者是维生素的消耗 好 也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 晚上肚子很饿要吃宵夜的话 最好也请大家选择蔬菜水果 对 并补充 好 那另外我们就来看看 如果说免疫力下降的话 容易导致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病症出来 我们来看看下一张 很多人是说 这个免疫力下降的话容易感冒 但是呢 除了这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毛病呢 好 我们来看看 免疫系统功能太弱的话 那可能会有感冒 还有病毒性肝炎 AIDS或者是癌症的发生 另外呢 单一免疫系统功能 太强的话 很多小朋友都有这样的毛病 呼吸系统过敏啊 蕁麻疹 气喘啊 皮肤过敏 好 如果这样状况 可能是单一系统的 单一免疫系统功能太强了 另外是自体免疫系统的 这个疾病 包括了红肺性狼疮 还有肋风湿性关节炎 老人痴呆症 以及僵直性脊椎炎 好 我先请教一下 我们姚医师 免疫系统功能太弱的话 为什么还可能会导致 这个肝炎啊 AIDS或是癌症 因为免疫系统 它在身体扮演的角色 有两大类 第一个就是警报 告诉你哪里出问题了 第二个它就是帮你防护 比如说它可以针对 外来的微生物把它杀死 它也可以针对你体内的癌细胞 把它杀死 它也可以 就是说它可以产生记忆 让你产生很好的 这个后续的防护力 所以像上面讲的感染癌症 或者是免疫系统失衡 所造成的保护力不足 那这些症状就会发生 好 所以我们看到 如果免疫系统的功能太弱的话 真的有很多可怕的 这个病症会上升的 好 但是这个部分 就很多观众可能搞不清楚了 我们要问一下罗医师 单一免疫系统功能太强 功能强不是很好吗 怎么会反而导致过敏的问题 对 其实这个疾病 在我们国人是蛮多的 就是过敏 过敏大家很清楚了 因为这种免疫反应的 除了刚才我们的姚院长提到 就是说你免疫系统的 第二就是过敏 那第三个就是属于这种风湿 等一下第三块是这个 那过敏在我们民众 有很多人很多父母 会带自己的小朋友来调过敏 包含鼻子 包含皮肤 比如说气喘 过敏性鼻炎 然后这异味性皮肤炎 蕁麻疹 湿疹 这属于呼吸系统 我们东西叫肺阻皮毛 你呼吸系统不太好 你发现你的皮肤的免疫反应 会失调的 为什么呢 你会发现 你发现你有过敏 那你去西医那边 他可能会帮你怎样 做一个抽血 对 抽一个叫做 叫做Ig1 就免疫球蛋白 就是我们身体的过度反应了 你可能去一个接触一些花花草草 吃到虾子 到肠胃 到破坏你的肠胃的屏障 那你会发现就有过敏反应 那明明是一种小的过敏 结果你身体用大量的武器去攻击它 就变成流鼻水 鼻塞 然后皮肤整个迅速的发炎 然后反复治疗不愈 就是说叫做单一的免疫系统太强了 那大家可能说过度反应了 对 那在中央就照热上火特别多 可是这时候一般家长会拿什么西瓜椰子 或者说太寒凉的反的不对的 因为它是属于一种虚火的 我们中央强调叫做气血水 就是说你的身体过度反应了 那时候不能只用一种寒凉退火 包含黄莲大家知道了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杀鸡烟用牛刀的意思 就是说敌人来五十 我们出了这个上万名的这个 全军都出动了 所以就导致着过度的反应 对不对 所以才会过敏 好 另外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的话 包括了红斑性狼疮等等 这部分我们就请教一下营养师 因为其实像免疫力 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可以抵抗外来的这些病菌 病毒的伤害 但是因为像自体免疫性疾病 反而是自己身体里面 自己的细胞攻击自己的状况 就会导致红斑性狼疮 内风湿性关节炎 甚至现在的研究老年痴呆 也是跟这个自体免疫性疾病有关 那另外当然还有就是 好发在年轻人的这个 克隆视症 它是一种发炎性的大肠炎 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 一直拉肚子然后一直腹痛 然后吃什么就拉什么 这样子的状况 那这些病状其实就是 我们自己细胞攻击自己 所产生的这个反应 好 所以我们看到免疫系统 如果失调的话 会有很多的病痛上升的 好 那到底自己有没有这个 免疫系统下降的问题呢 我们来看看下一张 好 这个免疫力的自我检视 第一个 工作有没有提不起劲 很多人常常这样子 容易疲累 检查不出病痛 恢复精力好不容易休假 觉得好像现在精力又来了 但奇怪了 一下子又觉得好疲惫 再来第二个 感冒不断 天气稍微变了你就打喷嚏 而且要好长的时间才会好 第三个 伤口容易感染 好 几天之内这伤口就红肿 甚至还流浓都不会好 好 另外呢 是肠胃敏感 在餐馆吃饭啊 比如说大家去夹这个海鲜啊 其他人都没事 你回家就是上吐下血 好 所以这是一个自我检视的 一个四个重点 好 这部分我们请教一下姚医师 其实免疫系统管的各项生理机能 如果出现状况 我们就会有一些症候或症状会出来 比如说像第一个 你提不起劲 事实上就是身体受到一些 发炎反应的影响 这些发炎反应就是让你身体觉得疲倦 那慢性疲劳是这样吗 慢性疲劳当然有它严格的定义 但是身体觉得疲倦 一般我们疲倦上只要发炎拿掉了 或是经过休息就恢复了 那慢性疲劳它是六个月以上 你怎么休息都没办法恢复的 那是有很多因素 甚至有些原因不明的 那第二个感冒不断就是感染的问题 你感染的问题 你身体的免疫细胞没有发挥作用 把维生物杀死 那伤口愈合也是 伤口那边如果有发炎刺激物 或是感染物 那这个敏感的方面就是 你刚刚免疫失衡了 你的T细胞里面有一些细胞 它不断的作用 造成失衡以后引起B细胞的反应 那在这些人除了这个肠胃以外 皮肤黏膜 生殖器黏膜 或者是眼睛都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免疫系统所管理的作用 如果它没有发挥正常的功能的时候 它一旦失衡就会有这些症状 那你就可以经由这些症状 比如说你的皮肤毛发肠胃黏膜 种种的发生的症状 就有可能是免疫系统 它没有扮演好角色所造成的 是是是 好那这部分我先请教一下罗医师 像伤口容易感染 像有些人 他可能比如说长了一个什么东西 那可能人家是几天就好 可是他可能就是一直不断的流浓 然后擦了药 已经吃了药都不会好 这是因为免疫系统下降问题 对的确 假如你伤口容易感染 像一些糖尿病的一些患有 他伤口都不太会好 那我们终于叫做皮组肌肉适肢 皮就是消化系统 刚才我们姚院长提到肠胃的部分 所以你的营养吸收好 我们终于说脾胃为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就是你的肠胃营养好 你发现你的伤口的免疫力 皮肤黏膜的这种治愈能力 都会比较好 还有一种疾病 就是跟这种叫做血小板子斑症 就是说你发现他血容易 皮下容易瘀青 瘀青 皮下有一些瘀血 怎么一撞一下别人都没事 你就整个皮下就瘀青了 在脂斑一块 那上次也是跟我们消化系统有关 那现代医学发现是跟这个 血小板造血功能发生了一些关系 所以你会发现你容易瘀青的 身上很多青筋的 就是说你的消化系统绝对是出了问题 所以如果容易一稍微碰到 就会瘀青的人的话 消化系统可能会有问题 对你的血管的防御力比较不好 就是说跟营养吸收 这种一般来说 它比较容易脸色苍白 贫血体质 造血功能低下 尤其这种放化疗的患者 特别是如果你注意你的皮肤的免疫能力 是有影响的 那这是要多补铁吗还是怎么样 对当然是均衡营养 五穀杂粮根筋类 钙铁美磷这些微量元素 还是要适当的补充 终于叫补充益气 益气洋血 好那营养师像这个 我们刚才讲到说 有些人到餐馆吃饭 尤其吃海鲜 因为海鲜一定要很新鲜 对不对 有些人呢 一桌大家一起吃 是很开心 但是呢 就会有人回家说 哎呀你我们怎么样 我上吐下蟹很厉害 但其他大家都很OK啊 这是不是免疫力下降的问题 对这个跟免疫力 有绝对的关系 跟另外也跟他 实际吃进去的菌的 这个含量也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有些人会 就是爱吃东西 然后就会一直吃 反正因为吃了这个 含菌素太高的 这个食物下去的关系 造成这个上吐下蟹 这种其实是细菌性的 食物中毒啦 对然后另外其实还有一种 叫做病毒性的 病毒性肠胃炎 那其实有些人 因为免疫力下降的关系 就很容易遭受到 这个病毒的感染 然后比较容易感冒 甚至是感冒的复原能力 非常差 那基本上一般感冒 三天到一个礼拜 就要应该要好了 但是有些人就会拖很久 可能拖到一个月 两个月都有可能 或者是一年感冒超过一次 其实也是免疫力 一年感冒超过一次 就已经算是免疫力下降了 算是免疫力下降了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检视一下 因为像我有病人 他非常容易感冒 几乎来找我的时候 都是感冒的状态 永远都在感冒就对了 永远都在感冒 我就说这个到底是新感冒 还是上一次的 所以每次都不一定 所以这个其实跟免疫力 有非常大关系 所以怎么样提升免疫力呢 有人想说去运动好了 可是也有一种说法 说在健身房里面 运动的话 这个免疫力会下降 是这样吗 其实健身房运动 不会造成免疫力下降 因为运动本身就是一件 提升免疫力的事情 那在冷气房是因为它的温度 相对来说是比室温来的低的 那其实在低温下的时候运动 反而会造成我们身体代谢力的增加 所以其实换个角度来说 它不一定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 不一定要在大太阳下一个 所以在冷气房里面 也是OK的啦 也是OK的 好那接着我们就要请这个 我们姚医师告诉大家 我们要怎么样提高免疫力 有几种方法对不对 其实要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免疫力 从生活做起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注意几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饮食 我们不要乱吃东西 比如说喝酒啦 或是喝很多咖啡因的饮料啦 这个让我们自律神经 跟免疫系统失衡 这个就是不正确的 再来就是吃的东西 你吃过多的这个加工食品 或是油炸的食物 这对免疫细胞的这个营养代谢 也是不好的 就是隔除一些错误的饮食习惯 那第二个呢就是运动 我们运动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好像运动是越运动越好 其实要有一个适量 比如说你刚下班身体很疲倦的时候 你就不适合剧烈的运动 那你身体有状况的时候 有关节炎啊 或者有气到敏感气喘 你也不适合剧烈的运动 还有些人是晚上下班的 才去运动对不对 对 而且他运动的场所 运动的场所如果空气不流通 对 或者是有很多这个挥发性的 这个溶剂的伤害的都不适合 所以晚上剧烈运动的话 是怕说太嗨了是不是 不是 就是你的时机 跟你的身体并没有准备好 反而容易造成运动伤害 所以自己要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就对了 好 另外就是说要重视睡眠 睡眠其实就好像我们在身体在充电 在修复 在调养自己 如果你的睡眠时间不正确 你的免疫细胞没有得到适当的休息 或是你睡眠时间太短 这个都没有得到适当的充分的补充 那这样子免疫细胞就不可能正常 所以事实上我们养成良好的 隐食运动睡眠的习惯以外 我们还要注意压力管理 压力本身会经由我们的 自律神经内分泌系统 影响到我们的免疫功能 我们的白血球会因此而功能下降 所以事实上来讲 你怎么样去处理你的压力 能够让你的压力转换成一种 不伤身的一种动力 让自己能够放松 这就非常重要 所以你可以养成很好的嗜好 有的人对很多事情 他引起了兴趣 他有嗜好 他也可以让自己很开心 或者养成这个长期 每天都有笑容 心情愉快 这就很重要 好所以就是要吃好睡好了 然后呢就是要学习自我放松 可是很多的这个五十岁以上的 这些可以说是比较老一辈的 可能有的时候睡的也睡不好 或是说常常想太多了 因此呢现在有一个病症 也要请大家特别的注意 就是所谓的带状泡疹 大家讲到的佩佐 我们来看看免疫力第一的话呢 这个带状泡疹恐怕会缠身 好带状泡疹是由水痘病毒 在人体神经节里面 再度活化引起的疾病 皮肤出现成群的小水泡 常常合并剧烈疼痛感 发生在头部跟会音部的时候 容易会引发眼角膜溃疡 造成视力受损 甚至失明 或者是大小便功能障碍 还有失禁 免疫力不好的糖尿病患者 以及老年人更不可轻忽 以免严重的时候 引起脑膜炎 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 甚至会死亡 好带状泡疹到底是什么样疾病 我们马上来告诉您 但是呢 在民间的习俗 很多人说 要沾皮爪 我们先带来看看这段VCR 我说这位阿桑啊 您到底和地板有什么斜海深仇 非要咬牙切齿 拿着菜刀猛砍 其实他是在斩皮蛇啦 他的人要 他的人要 但这把屠蛇刀可不是说斩就斩 还得要挑好时辰才能发功 太阳越大越好 没有太阳就没成功了 什么啊 没有太阳的转他转不死了 如果只是这样砍砍 倒也不伤身 最怕的是有人竟然想以毒攻毒 结果最后毒死自己 有些人还会用一些所谓的 独具药物啦 像是签单啊 或是披萨 那这些目前来讲 在中药委员会里面 这是已经算是一种禁用的药物 民间偏方真的听听就好 好 沾萨爪 民间是说呢 如果说他这个 带状炮箱上绕一圈的话 可能呢 人就会走了 有这么严重吗 好 那么这个民间的沾萨爪 我们的罗医师 也亲眼目睹过 对不对 有的人说真的很有效 到底为什么 今天是我已经当医生 我想看看 为什么很多患者说 综合有一家 专门这个叫斩皮蛇 那这个皮 这个带状炮箱在我们古籍 叫做 说残腰火丹 或残腰火毒 刚才这样主持人提到 就是说绕一圈的概念 在腰残一圈 对 残一圈的部分 那也叫做蜘蛛疮 那古人他并没有这种病毒的概念 他认为就是一种邪气 一种重毒 一种不明物体 所以他把他围起来 所以刚才有像我们的VCR提到 就是说给他围起来 那他给他围起来之后呢 会请他去再给他做做法 刚才用刀子他剁一剁 然后请他进到那个神庙里面 基本上那个神庙一般 比较一些偏向于道教的 比较宫庙的那种 寺庙里面 然后呢就给他做法 用虾给他这样周围绕一绕 就像我们行天工一样 可是概念是不一样 绕一绕呢 然后呢 我记得就是给他喝一个浮水 然后叫给他有一个浮作法一下 像这我们这边的右下角 最后要喝浮水 对 浮水 所以他是当中会请他先站在这个中间 圈圈中间 然后开始扎针放血 再来用火烧 就是在外面 外面有这种热气 古人发现用热的东西对的 用热给他一种做法一下 然后请他到寺庙里面 给他用香点一点 然后给他浮水 请他回去烧 喝下去 那我就问患者说 你是怎么会来这边 他说都是朋友介绍的 那为什么会有效 他们觉得真的有效 那这个有效的部分 可以问姚医师 那我觉得是那种下意识的暗示 是有那个层 暗示自己的 对 那是 还有其他过程就杂针放血 他有人在里面做法之后 给他点刺放血 那放血的意思 他就是给他就是给他减压 那痛嘛 那我们就是给他再 给他转移注意力 因为他刺激的神经纤维是不一样 就用扎针放血 那我们临床中医师 在初期是不会扎针放血 在后期才会 那在初期这种急性期 是不可能帮他扎针放血 所以这个很容易就有 容易引起蜂窝组织炎 对啊 而且这些伤口 什么火烧啊 这些我觉得其实也蛮危险的 对 但是消毒概念 一般是比较 没有要做得很特别的 是是是 然后他就是用火疗法 就是他就把他说给他烙印 给他用烫 给他形成一个结痂 就是还是意思就是 痛绝转移 给他痛绝转移 那基本上这都是属于一种 侵入性疗法 那就是古人发现 他既然是一种 一种会扩散性 他把他围起来 盖印章的方式 所以这是一种就是 可能让人家潜意识 有一个暗示 就是说好 我现在都帮你围起来了 帮你盖印章 喝了浮水 应该又好一点 好 那临床上的话 我们姚医师有遇到过有病患 先去沾回爪 没有效再回来的吗 还是说大家真的是 都还蛮有效的 这到底为什么 其实因为这个泡疹 带状泡疹 他本身的病程 自然病程在急性期 平均大概是一个月 皮肤的症状就会消失 所以病人认为好了 其实是皮肤症状 消失的一个时间性而已 那因为这种疾病 死亡率不是很高 所以就算是 他展了啼舌以后 他没有好 他还有神经痛 他认为皮肤好了也算好了 那也没有发生死亡 所以他其实一开始是 皮肤好了 但是神经痛 还是在里面 在继续在疼痛 会继续有痛好久的时间都有 所以患者认为 皮肤好了就这样好了 那是在整个疾病来讲 他后遗症还是很多 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说 这种方法是有效 甚至有时候 他皮肤消毒不完整 造成了二次的细菌感染 这种病人 他来的时候就很严重 他本身免疫力就有问题了 所以事实上 我们还是鼓励要 由正规专业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疾病 那为什么会得到 这个带状泡疹 那为什么老年人 又特别容易得到 那如果说得到的话 他是有多痛 因为据说痛到不行了 事实上这个泡疹病毒 它本身是我们第一次 得到水痘的时候 残留下来的病毒 其实说小时候 那个水痘那种水痘 只要你接触到水痘 不管你什么年龄 接触到水痘 在体内残留的病毒 就会有这种 带状泡疹发生的机会 那根据所有的资料 显示就是说 你的免疫力不好 你的发病率就高 比如说你年龄越高 你发病率就越高 你免疫力越不好的时候 你在疾病 比如说像有慢性病 糖尿病这些 慢性发炎体内 它的这个免疫力就越不好 发病率就越高 那所以我们就认为说 只要你的生理免疫力不好 不论什么年龄 你都有可能发病了 那发病完了以后呢 免疫力好了一阵子 又遇到不好的时候 你又复发 所以整个病程是这个样子 是多痛啊 因为据说还会痛到湿井 这种痛基本上 如果你有1分到10分的分类 如果我们女生生产的痛 是3分的话 它可以达到3分到7分到10分 都有可能 你是说比生产的痛还要痛 是 而且它的痛有一个特色 就是让你有苦难言 你皮肤都好了 你里面突然痛 不定时 不定点 任何时间可以痛一下 然后痛的时间也不一定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会认为说 这种带状泡疹 它本身会有这个 这些症状 那疼痛只是它一个神经痛 后面在急性期以后 续发的一个并发症 所以我们认为带状泡疹 它分前中后期的症状 前面急性期的时候 你开始有皮肤的这些症状 那中期的时候 可能就是皮肤在结痂了以后 然后后续就会有神经痛 神经痛可能 痛几个月到几年 它将来影响你的生活品质 所以有些人皮肤上没有问题 但是他说他痛 没有人相信 那可能想请个假 老板就会说 痛到几年 我觉得这真的太夸张 所以吃药都没有用吗 是 美国有个统计资料 老年人自杀的情况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这个泡疹后的这个皮舌后的神经痛 引起了自杀率是排名在前面 所以真的很可怕 那我们看到它的症状 它这个症状 一开始并不明显 可能是开始有刺痛疼痛而已 但几天之后就出现水泡红疹 通常长在身体脸部单侧 红疹也会伴随这个焦虑 轻微到严重疼痛都会有 那罗医师像这个有个案例 是一个二十一岁的男大生 然后他是得到这个带状泡疹 部位是在下体 所以一开始大家都误会 而且他通道都尿失禁 对 这一般来说 刚才我们院长有提到 这个免疫力各年凝成 不是只有老人家 因法主才会得到 那这男大学生 他本身喜欢熬夜晚睡 喜欢吃油炸辛辣刺激的 那在这个带状泡疹 在我们中医就他的 他的一些病基叫做肝胆湿热 然后皮筋的皮湿剑韻 然后这个是湿热在你的肌肤 那这个男大生呢 他就发现他的这个 这个皮疹红疹红斑 水泡在哪里呢 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 是在慧英部附近 在鼠漆部 腹骨沟 结果他就觉得 感觉是不是跟性病感染有关 所以就言无就意 就一直到很水泡发起来 剧烈疼痛才不得不去看 事实上是那个病毒 病毒一般来说是在我们的腰际 那结果这个男大生 他是在我们比较下部的地方 所以他觉得这个修鱼剂 实际上是跟我们的 所谓的性病传染的 这泡疹是不一样的 所以还是跟免疫力之有关 可是他的病毒株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以为是性病 但其实不是是误会 他其实是带状泡疹长在下体 那如果说有这带状泡疹的话 是未来恐怕后患无穷的 好 来 这个带状泡疹急性期当然是痛嘛 皮肤症状甚至是扩散 对 你说那个神经痛 可能痛好几年 对 那我们也是要建议啦 如果你在急性期的时候 你这个水泡它里面还是有病毒的 如果你接触到一些孕妇或小孩 也会引起对方的这个长水痘 所以还是有一些传染性的 但是你传出去的 只会引起被传染者的一个水痘发作 而不是带状泡疹发作 那这个他的急性期症状过了以后呢 他可能发炎很严重 反复感染以后会形成疤痕 那疤痕如果说 这个有些人很爱面子 在这个面部的话就不太好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细菌感染 那细菌感染也会造成所谓的败血症 会严重的发炎 那还有就是你人觉得虚弱啦 或者是情绪的状况 那也会使你的某些神经会麻痹 那另外就是说 它如果部位长在颈部以上 那我们脑神经大部分在颈部以上 这些脑神经如果受到破坏 比如说眼睛容易造成失明 耳朵容易造成失聪 面神经容易造成麻痹 口外眼邪 是不是据说罹患这个中风的机率也会提高 这个跟中风是没有绝对的关系 但是它让你的脑神经受到伤害 那视力听力是我们最重要的感觉器官 如果受到伤害很难恢复 所以遇到这种急性期的话 那保险颈腹里面也规定 如果说你像这种重大在眼睛 或脸部这个附近的感染 它会有药品的抗病毒药颈腹 那另外像刚才讲过那21岁男生 他如果长在肛门或者是灰阴部 它会造成大小便失劲 那其实很严重的失能 所以除了这些症状以外 还有一个最令人伤脑筋的 叫做泡疹后神经痛 这种神经痛呢 年龄越高的人 它发生率越高 而且发生以后 持续几年的时间的机会也越高 所以我们建议就是有年长者 你一定要重视这个带状泡疹这个疾病 这个带状泡疹 真的说你如果得了的话后患无穷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提升免疫力呢 接下来卢医师要教大家 好 以中医的角度要如何提升免疫力 先介绍大家一道茶饮 好的 我们平常 我们除了喝温开水之外 你讲说容易气虚血虚 比如身体免疫经济比较低下的 我们建议到补中疫气健康茶 对 这里面就是黄芪 挡参还有防风 这好像都蛮常见的 对 是很容易 大家知道枸杞 红枣 黄芪 事实上这黄芪还是不错的 可是这档生更合适 它里面很多胺基酸多糖体 然后防风可以驱风 可以增调节免疫力 可以抗阻滋胺 所以这里面来说用五百细细到一千细细的水 煮一壶当茶饮 一个礼拜一次到五次 然后请专业中医师帮你根据的体质 来做一些搭配加诊 调理配人的体质是不错的建议的 好 所以老人家小孩子都OK 对对 好 除了茶饮之外还有几个按摩的这个方式 可以教大家 我们这样调节免疫力 一定在我们老祖宗叫做养身在动 养心在静 所以要多动一动 那我们介绍四个动作呢 来分享我们观众朋友啊 第一个叫做 叫做干预淫香 就是我们淫香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鼻孔旁的法令纹 这个对 对 我们终于说鼻咽是肺之翘 就是说你呼吸系统啊 鼻子是我们的门户 包含过敏性鼻炎 对对 过敏 好像你上次也教大家按这边 对 淫香穴 然后干预淫香就给它按揉 事实上可以这个可以抹我们的脸面 按摩我们的脸面 干洗脸的意识 要手搓热之后来干洗脸 香猫一样 对 常常按揉 在鼻周都给它搓按 对抵抗力都是有帮助的 好 是干预淫香 对 然后再第二次拍按此折 此折也是我们手太阴肺筋 此折却在哪里呢 在我们手的内侧 在我们手肘的内圆 这边有一条纹线的外侧 手太阴肺筋 然后拍按此折 这也太痛了吧 就是要拍红 你是故意的吧你 很痛耶 这很轻微就可以 自己动这个可以 两手可以自然试试看 有仇报仇 一下就红了 干我干我 好 现在就打这边打到痛就对了 怎么那么有力量 才知道 对 多拍按此折 就是说不要皮下瘀青血肿 是不合适的 对 两边都腫起来 对 这是第二个 第一个是肺筋的 一个银香 一个齿折 然后这个中医来说 第二个是肺 然后第二个是皮 那皮怎么弄呢 我们就是吞筋烟液 就是多吞口水 对 你就多做咬口香糖的动作 对 咬口香糖也OK 咬口香糖的动作 对 口香糖怕比较凉 那不太好 然后舌顶善额 就是打通任督二脉相通 你的舌头顶你的善额 就任督相通 所以多 就是说从皮胃系统去调理 所以饮食要注意才会免疫力 比较好 第三个是跟肾 那肾我们就磨腹丹田 丹田对我们肚脐下方 要磨腹 就是给它暗揉我们丹田 里面有子宫卵巢 膀胱 我们整个下腹腔 骨盆腔 给它常做暗揉 由小面 小范围 一直逐渐扩展到大范围 常常这样做 尤其女孩子月经前后 你的子宫容易 这容易筋痛 月经不调的 你的力量适中 也有和缓 不能太大 那我相信对你的肠胃调理 对你的整个骨盆 肌肉循环都有些帮助的 好 谢谢卢医师 提供给我们四个穴道按摩 我们稍微回来呢 那我们还要来看到 要怎样吃 怎样有一个饮食习惯 可以让我们提升免疫力 我们稍微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